妹子,你是不是喜欢我啊? 我就给你买个买茶,而且是你让我自己喝的 不是,关键你为什么给我买情侣款呢? 这……我不知道买什么而已 哈哈,我给你开个玩笑 干杯 我给你讲个事,就是咱俩刚才购钥匙那个事嘛 其实那个钥匙是我自己放上去的 然后,我就是因为他想认识你了,想跟你搭讪 所以说,放了个钥匙,让你给我帮忙 好吧,没关系,我也没有因为那件事情整齐 而且我当时就猜到了呀 当时就猜到了? 行吧,但你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因为现在这个坏人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别人要对你这样,千万不要理他吧 嗯,不知道 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灰飞的兔子 灰飞的兔子 行吧,那小兔子你现在有对象吗? 没有啊 没有?我也没对象呀 我可以找你帮个忙吗? 就是,我有我几个朋友他们经常嘲笑我 然后都说我没对象什么的 我想跟你拍张照片 然后让他们也羡慕我一下 你不会这次又骗我吧? 不会 那行,那你一起把照片随便到处发给别人 不会不会,我就保存到手机上发个朋友圈 然后让朋友圈 对呀,那发朋友圈让朋友们都看看嘛 就说你是我女朋友 这不太好吧 没事,咱又没有共同好友 我发了,然后你又看不到 也没人认识你 那好吧 那你给我看好看点 不是,你帮我这么大忙 我哪回报你呢? 不用回报吗? 不是,你人哪这么好 就帮你拍个照片而已 关键还不要回报 那以后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再给你打电话呗 行啊,那你这是 找我要电话号的意思吗? 那 你加个微信也行啊 行,那咱微信也加了 要不咱去看电影吧 这是我请你 今天太晚了吧 要不 我们回家吧 行啊,回哪个家? 回我家呀 咱俩一块吗? 是你送我回家 行行行 那行,那咱走吧 回你家 小菇妹妹 你坐好了吗? 坐好了 真的坐好了 你干嘛呀? 我帮你替一下安全带呀 好的,谢谢小鱼哥哥 你叫我什么? 小鱼哥哥 你说这叫的 我手接都出来了 你叫的我手接都出来了 你叫的我手接都出来了